哇 香蓬蓬的麵包出爐了 各位观众朋友 你想要吃台式麵包还是欧式麵包呢 今天跟着我们节目的脚步 一起来拜访一群认真的师傅 用心做出上百种的麵包 供大家选择 不仅是品项多样化 通路更是从传统的市场 卖到了大卖场 甚至是有机超市 一起来看看 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在发酵 走 包装咯 熟练的揉着麵团 分切 快速整形 这可不是一两天就可以成就的功夫 在这一间制作麵包的中央工厂里头 每一位师傅都有着丰富的经验 每天生产上百种麵包 供应全省大量的订单 而有别于一般传统麵包的经营方式 他们走的是高质感的手作麵包路线 因此对于原物料的使用特别讲究 原则上物料 我们尽量都采取进口的物料 然后以最高品质的物料来呈现给消费者 因为近来食安风暴就不断了 所以我们原物料是非常的兼职 像我们的奶油 就是选用纽西兰进口的安家乌水奶油 然后以乳酪来讲也是我们的大众物品 那我们大众物品的乳酪是选择用 美国的卡夫乳酪 那至于一些坚果类的话 几乎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边 紫带面粉的话 第一个它是环保 因为紫类的东西它是可以做回收 而且它比较不会吸附一些异味在里面 像一般的那种传统的面粉 它那种带质的话 它很容易吸收一些异味 所以对面包的杂质来讲 还是异味 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业者秉持好的原料 才可以做出高品质的产品 所以除了在原料的选择 十分的用心之外 为了提升面包整体的质感与风味 它们更自行制作葡萄菌种 而这也是面包香Q好吃的关键之一 这个是葡萄菌种 然后它第一个 它里面它会产生气泡 就是它产生气泡的时候 就是它里面的养分 它会产生酵母的时候 然后葡萄菌种 它里面本身也会有它那个葡萄的香味 葡萄香味 然后在搅拌的面包里面 就会让面包呈现不同的麦香味 然后以及还有水果的香味这样子 那面包的好吃的优点就是说 它们用的食材 用的很高级 也用的很好 而且它们在制作面包来说 它们是不是也很用心 用一些像我们市场比较少见的卤邦种 还是葡萄种 一些果干的面种 所以它们面包的风味也特别比较香 业者以欧式面包起家 符合现代人追求健康天然的原则 成功地在市场扎下了根基 打出知名度后 接着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 它们也开始生产台式面包 而讲求馅料丰富的台式面包 走得也是健康取上 所以在馅料的制作上 它们坚持新鲜现做 虽然耗食又费工 却是最天然的美味 百般挣扎 难以选择 每一样都想吃耶 阿顺赛 阿顺师傅 我这样跳有挑对吗 这样子有啊 有挑对 这是我们家人气商品 可是还有更要推荐的 对 是什么 蓝莓葡萄卷 特色就是里面有蓝莓果酱 搭配葡萄干 女孩子最喜欢那种 酸酸甜甜的口感 马上来品尝看看 马上咬到它那个葡萄干 而且你们家的葡萄干 好新鲜哦 再咬第二口 我吃到南莓馅了 而且它的香气非常棒 对 非常好吃耶 说到了台式面包 像是香揉三倍牛奶面包 三种不同牛奶的丰富层次 交织出绝妙好滋味 来 丁丁 很难选对不对 超难选的 刚刚已经有师傅推荐了我招牌 可是这些看起来也都好好吃哦 你刚刚师傅挑的那些是台式面包 那我来为你推荐几款 我们的主力欧式面包 那现在请你吃吃我们的卡门贝尔 卡门贝尔 好 你吃吃看 非常软 好舒服的口感 整个咬下去很绵密 不说呢 里面那一个是卤肉对不对 对 然后我还有吃到这个类似果干的东西 它是蔓越莓 那我们的蔓越莓是有经过苏醒 我们是有添加了那个兰姆酒在里面 所以它唤醒之后 那个在味蕾之间散发出来的口感 会跟面包搭在一起的话 它就形成一个很match的那个组合 不只面包受到了消费者的血爱 他们制作的伴手礼蛋黄酥 更获得了2014年 新北市经典蛋黄煮第二名的殊荣 唯有用心才能做出好的产品 业者这一份执着与坚持 就像刚出炉的面包 挑出阵阵香气 平凡幸福的滋味 温暖的空气 也温暖你我的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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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